军武碎面,军民毁中的节日 2018年10月23日,一架KC-46A加油机降落在日本恒田空军基地,圆满完成了远程航行测试 这是KC-46A首次降落在海外 再过不久,这架世界上最先进的空中加油机将正式列装美国空军部队 1964年,越南战争,空中加油机首次在战争中大规模应用 美国空军的KC-135加油机在越战期间为多达19.5万次空中打击提供空中加油,加油打85万次 战争的高峰期共有150架空中加油机投入使用 从KC-135到KC-46A,世界主要大国在今一个世纪中围绕着空中加油力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竞争 空中加油机的出现,使得空中打击力量的作战能力 作战时间和作战半径有了长足的进步 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空中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标志 只有赢得这场竞赛,一个国家在远程空中战场上才能赢得主动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堪称战力倍增气的空中加油机 KC-46A空中加油机 是波音公司从767喷气科技开发的军用空中加油机和战略运输机 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功能最多的加油机 它不仅具备空中加油能力,还具备客运和货运能力 可携带96.297吨的航空燃油 在加油设备上,KC-46A一共有四个加油点 能同时对多架不同型号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 1923年,眼价代号为DH-4B的双翼机 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圣地亚哥湾上空,进行空中加油实验 加油机在空中放出一根加油软管 受油机上的人爬出座舱,徒手抓住到处飞舞的软管 接在自己的邮箱上 这是航空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的空中加油 从空中加油技术诞生到现在 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 世界上研制出加油机的国家 只有美、俄、英、法、中、五个大国 这些加油机大作由民航机和运输机改装而成 对空中加油机而言 其性能的优劣主要体现在两个指标上 那就是加油装置和加油平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苏联、英国等多个国家 对多个空中加油设计理念进行过试验 但大部分加油方式 还是以油管从一架飞机 想办法拉到另一架飞机上 让燃料可以顺利输送 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传递油管 以及维持眼架飞机之间的联系 尽管多个国家都对空中加油技术进行过研发 但是在二战结束时 技术最先进的当属于英国 1949年英国空中加油公司 实验的插头追套式加油装置 成功解决了空中对接这一技术栏题 插头追套式加油方式 又称软管式加油 目前美国海军和世界上大部分 拥有空中加油机的国家 都采用这种空中加油方式 采用这种方式进行空中加油 受油机只要在机首或机翼前缘 装一根固定或可伸缩的受油管 而加油机的加油设备 则有脚盘一条22至30米长的软管 和一个锥形漏斗组成 锥形漏斗上面装有机械自锁机构 当受油管伸进漏斗后 漏斗上的机构自动锁紧受油管口 使至于输油软管向衔接 软管则有加油机上的脚盘控制方出和收回 二战结束后 冷战格局慢慢形成 为了应对来自苏联的威胁 美国开始考虑建立独立的空军 埃森豪威尔和杜鲁门 就是这种观点的有力支持者 在二人的推动下 1946年美国战略空军炫高成立 冷战期间 战略空军司令部 通管美国的战略轰炸机和陆基洲际导弹 为了延伸轰炸机航程 轰炸苏联境内目标 美国空军决定将发展加油机 作为首要任务 当时可供选择的加油机机种十分有限 加油装置也只有几种现成的方案可供选择 1948年 美国空军从英国订购了曲型软管加油装置 并配备在KB-29M加油机上 1950年 波音公司研制出更为先进的伸缩套管加油装置 美国人很快将这一技术使用到改装后的KB-29P飞机上 伸缩套管式加油方式 又称硬管加油 在这种加油方式中 飞杆是一根可伸缩的半钢性杆 安装在加油机的尾部 飞杆的末段 对称的安装两个短翼 飞杆操纵员操纵短翼 使飞杆在一定的角度范围内移动 飞杆平时为收起状态 进行空中加油作业时伸出 当受油机接近加油机尾部时 连机相对位置保持不变 飞杆操纵员操纵飞杆上的短翼 使飞杆移动 套入到受油机的受油口 采用硬管加油方式 受到的空气稳流影响相对较小 对接操作比软式加油更为方便 另外飞杆直径比较大 能够使得加油机与受油机间 完成高流量高速度的加油过程 但一次只能为一架飞机加油 而软管式加油 不仅可以同时实现多机加油 还可以给直人机加油 但加油速度较慢 受大气稳流影响较大 对受油机飞行员的技术要求较高 每次对接都让人出一身冷汗 1982年 苏联拍摄了一部名为3680海域不测事件的即使电影 这部电影描述了一个发生的冷战期间苏联海军在北大西洋 与美国海军舰艇和飞机对峙的驱爆故事 电影主角们操纵的图16S海上巡逻机 在拯救苏联核舰艇时 与美军P3C翻成空中摩擦导致飞机故障 而影片中图16机身上的加油装置 格外引人注目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苏联空军的主要任务是要地防空和空中支援 飞机对航程的要求并不高 空中加油没有太大的必要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 苏联将战略轰炸机的目标 对准了新的主要竞争对手 美国 但当时的主力轰炸机图4的航程只有5100公里 远远达不到美国本土 因此空中加油机的研制便尤为迫切 和英国采用的软管式加油不同 世界上另一种空中加油对接技术 一肩对一肩的加油系统诞生了 这种一肩对一肩加油系统 在受油机右一肩拖出一根捣索 末段有个小心阻力伞和一个配中块 加油机从受油机的右下方接近 用左机翼捕捉住受油机的捣索 捣索沿机翼前缘滑向一肩 配中块滑入一个卡口锁住 受油机就可以用脚车把油管拉出来 接上加油口开始加油 图4轰炸机首先测试了一肩对一肩加油系统 随后这套系统又安装在图16轰炸机上 但一肩对一肩加油的空中机动动作复杂 只能一对一加油 不能同时对多架飞机加油 50年代末 一肩对一肩加油系统最终被苏联放弃 只用软管式加油了 作为采用软管式空中加油的1278加油机 是苏联发展的第二代加油机 1278加油机是从1276军用运输机发展而来 采用三点式空中加油系统 可以通过机腹加油点为一架重型轰炸机 一下加油点为两架战斗机 同时进行空中加油 它在飞行距离1000公里的情况下 可以为其他飞机加油65吨 1278除了固定安装用于空中加油的外挂短舱外 还在机舱中安装了油箱 1276原有的舱门 装卸跳板和机内所有货物装载系统都得到保留 如果需要 1278可以很容易地把机舱内的额外油箱拆除 再改为1276运输机使用 回顾百年的空中加油机时 空中加油机平台的发展基本上走的是一条改型的道路 出美国开发的KC-135是专门设计的加油机Y 西方国家的其他加油机大部分用民航机改装 而苏联为什么用军用运输机改装加油机呢 其实这反映了空中加油机两种截然不同的理念 民航客机改装加油机经济性更好 在采购费用和日常维护上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但民航客机对大型机场高度依赖 即便是民航已经高度发达的今天 在一个特定战区内 能够像起降KC-767和A-330MRTT这样的大型加油机的机场 也是屈指可数的 一旦在战争中遭到了摧毁 空中加油作业就很难保证 而军用运输机则可以在简易的跑道上起降 在战时的生存能力会更高 同时在军用运输机上加装自卫电子系统也要更容易 这一点在日益复杂的空战环境中尤为重要 1982年4月至6月 南大西洋爆发了一场冷战期间规模最大 战况最惨烈的海空联合作战 马岛战争 4月30日作战半径只有3700公里的英国火神式轰炸机 从大西洋基地起飞 途中经过K-2空中加油机接力加油后 袭击了距起飞基地约5000公里的马岛港口斯坦利机场 作为报复行动 阿根廷军队的超级军起攻击机如法炮制 经过KC-130H空中加油后 击乘了英国谢菲尔德号导弹驱逐舰和大西洋运输者集装箱货船 马岛战争中英军15架空中加油机和临时有轰炸机改装的加油机 共实施了600多次空中加油 对马岛战争的结果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 数年后 海湾战争为空中加油机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 1991年1月17日 B-52从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起飞 通过空中加油 直飞伊拉克将巡航导弹投放到巴格达 海湾战争期间 美国空军的KC-135、KC-10等空中加油机 一共为多国部队的飞机 加油5.1万次 输送7.1亿升燃油 并且全部成功 再次证明了空中加油机在作战中的成功时间 美国军方甚至在海湾战争后 总结经验时指出 如果没有空中加油 沙漠风暴将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战争 从某种意义上说 正是加油机是空战进入到全球作战的时代 但空中加油机在海湾战争中也暴露出一个严重问题 那就是加油效率 由于美国空军采用的硬式加油只能进行单点加油 因此战术飞机的加油效率问题就开始凸显 在此战中 采用软式加油的英国皇家空军的VC-10加油机 承担了盟军20%的空中加油 软式加油技术又重新受到了认可 这个问题暴露的初期 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如何解决空中加油装置软硬不匹配的问题 为此专门研制了加油系统的软硬适配器 在使用硬式加油的KC-135和KC-10上加装了软式接头 使其具备多点加油的能力 进入新世纪后 不少国家根据未来战争的要求 加紧发展更先进的加油机 目前空中加油机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 一是采用大型加油机平台 将成为空中加油机发展的主流 二是一机多人 大大提高加油机的使用效率 近年来 一些发达国家空军 不但把空中加油机作为增强战机战斗效能的手段 而且还拓展了使用范围 在运输 救援等活动中 也大量使用空中加油机 三是向伙伴加油方向发展 美国的发射8EF 法国的军企 以及俄罗斯的苏尔4等多种机型 都可以进行伙伴加油 2017年7月30日 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中联阅兵式上 有两架轰游6加油机 四架歼10C战机组成的加瘦游机梯队 飞宁诸日河基地上空 轰游6加油机是我国上世纪80年代研制的第一代空中加油机 据报道 轰游6能为歼8、歼10等国产战机进行加油 该机最大起飞重量75吨 最大载油量37吨 在任务半斤为800公里的情况下 提供18.5吨左右的燃油 这款加油机的成功研制 解决了国产加油机的有无问题 并且为空军提供了宝贵的空中加油经验 但从数据中 可以发现 轰游6最大起飞重量偏低 载油少 虽然高于美国KC130F的30吨油量 但在世界各国加油机中 包括同等重量集中 缺陷十分明显 近年来 我国从乌克兰引进了3架1278空中加油机 弥补空中加油能力的不足 但总的看来 我国的空中加油机 无论从规模还是质量上 与世界强国相比 仍有不小差距 随着泡流运20的服役 短期内 我国显然会在运20的基础上 改装新一代空中加油机 以解决空军长期缺少大型加油机的困惊 近一个世纪以来 从双翼机到喷气式战斗机 从载油几吨到突破上百吨 战争的演变 大国的竞争 都为空中加油机的发展 提供了众多的可能 在未来 世界各国围绕空中加油机 而展开的空中竞赛 还将继续 炜争的造成